一首旋律很優美的詩歌 它說是最資深的朋友 這首詩歌其實是流行了很久 不過用廣東話唱的就比較少 最資深的朋友 其實朋友這個稱呼 真的不是隨便可以叫的一個稱呼 其實朋友在我們中國人古代的時候 這個稱呼真的不簡單 因為有所謂朋友之義 朋友之義是我們中國人倫關係 五輪人倫關係之一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就是朋友 所謂君臣之禮 君臣就說禮 父母那是恩情 夫婦兄弟那是情 朋友是說義 義這個字是 我們中國古代來看 是一個不簡單的字 從文字上我們都可以看到的 其實英文有分別的 英文有friend和 acquaintance 我們中文如果是這樣的意思 都有類似的 我們說這個是朋友 這個是我的相識 舊相識也好 新相識也好 其實是有分的 不過朋友這個詞 在今日這個世界 是很含糊的 很模糊的 在今日這個社會上 什麼人都可以稱為朋友的 見過面的就是朋友 甚至有一句話你一定聽過的 在商場上沒有永遠的朋友 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有沒有聽過這個說法 如果朋友和敵人都不分得 其實這個只不過說出什麼 是為利是圖 根本就沒有說到一個朋友的道義 這回事在這裡 是不是 如果隨時可以變的 這個不是真正的朋友的義 因此今天生活在現代大都市的人 他們有時很難明白 古代的人所說的一句說話 他說為朋友兩協插刀在所不遲 為朋友兩協插刀 即是死都可以替他去的 在所不遲 今天沒有人相信這句說話 其實以前真的有的 以前真的有的 不是多久之前 我看過一套大陸出的劇集 很好的劇集 這套劇集叫做《大秦帝國》 寫這個劇集的原作者 原本是一個大學教授 他用了十五年的時間 專門全時間去研究秦國的歷史 然後寫了有五部 目前是相當偉大的著作 《秦國》的劇集 第一部說到秦國其實是一個 在春秋戰的時候 秦國起初是一個 諸侯國家都看不起的弱小國家 到了秦孝公的時候 他就信任一個人叫商鷗 歷史上你讀過中國歷史 聽過商鷗的變法 在這個人的研究當中 其實讓我們對秦國歷史有所改觀 很仔細的研究之後 他說到秦孝公和商鷗 他們是軍神之禮 軍叫神死 神不得不死 軍神之禮 但是他們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們被此間朋友的道義 才使得商鷗變化成功 在過程當中很艱辛 有人挑撥離間 有人威逼 有人離友 有人陷害 但是沒有辦法解除 軍主和秦孝公和商鷗之間的信任 沒有辦法疏離 沒有辦法疏離他們之間的朋友之義 亦是因為他們使得秦國的變化成功 據歷史研究 我們中國人整個歷史一直到今天 只有商鷗變化成功 只有商鷗變化成功 那段時間有真正的法治 法治不是說人情的 而是法說是對的 其餘的時間 但是我們中國人說法律都不過人情而已 我們中國人經常說 因此中國整個歷史一直到今天都是人治 可想而知 那段時間是很輝煌很偉大的 在這個當中 他們軍神之間有這個朋友之義 實在是非常值得人敬佩的 我們作為基督徒 我們作為一個跟從耶穌基督的人 其實我們應該是尊耶穌基督為主 看自己為伯人 跟從耶穌的門徒 門徒其實是伯人的身份 是主與伯的關係 但是耶穌基督竟然看門徒是朋友 甚至是為朋友寫命 他自己所說的 人為朋友寫命 人的愛沒有彼此更大的 這就是在約翰福音十五章十三章 我們其實 連詩浸約翰是一個很偉大的先知 他說他看耶穌 戒鞋帶也不配 我們配得什麼 但是耶穌說 我們竟然是他的朋友 哇 此番的情 此番的意 可謂真是高薄雲天 心如海揚 我們前一陣子的信息 是說到跟從耶穌這個系列 隔了一段時間 今天回來說這個系列 在此之前 我們說到跟從耶穌 往往強調了 我們要為耶穌寫記 又要計算代價 又要背十加來跟從他 真的有些人都害怕了 有時民心都是很害怕的 哇 這麼難的 但是今天我們說跟從耶穌 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 來講及我們如何跟從耶穌 就是從朋友之意 這個角度 來講到耶穌跟他的門徒的關係 我們打開聖經 約翰福音十五章 約翰福音十五章 從第九至十七節 我們弟兄讀一節 姊妹讀一節 這樣比較能夠讓你跟隨 我們盡量不要太快 不要太慢 盡量整齊地讀這段聖經 約翰福音十五章 第九至十七節 我看到人們都基本上找到了 好 我們請弟兄先讀單數 開始 請 我愛你們 正如父愛我一樣 你們要常在我的愛慮 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 我就常在我的愛慮 正如我遵守我的命令 身在他的愛慮 這時我已經對你們說了 是要叫我的喜樂 存在你們心裡 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你若遵守我的傷害 像我愛靈魂一樣 你就是我的命令 朋友寫命 人的愛慮沒有比這個大的 你若遵守我所幸福的 就是我的朋友 又何不得清靈為福祉 因何人不知道主人 何所遵守 我愛慮 fre 憑 你為朋友 afraid Jeff 靈魂 信 凡 便 Sovi 李 靈魂 ków 因 臉 aucoup 650 色 声 靈魂 英 αλλά掌 华 force申 now 徵 欣照 你們 皆是靈魂 你們的찰 意 祈祢们的过志上主 祈祢们和我一名 无论何够何够 他就此刻的 祈祢们 祈祢们是要叫你们 彼此相爱 朋友 其实应该是一个 很有意义 一个很特别的人际关系 朋友之间 可以共享一些亲密的关系 朋友的亲密的关系 所谓友好的关系 或者我们这样说 朋友与朋友之间 他们分享了某些特权 譬如 既然是朋友 我就对你有很深切的信任 我可以把心交给你 我可以把我需要的东西 我告诉你 这是朋友之间 有的一个特权 同时 既然是朋友 在此之间 也有某一种的道意 在那里 我所交付给你 你不会负我所托的 这是朋友之意 朋友之意 其实是很重要的 不过是可惜 今天我们越来越不再理会 不再理会这些 不过无论如何 在耶稣那个时代 当耶稣说 他看门徒是他朋友的时候 他也很清楚告诉门徒 他所指的朋友 又是什么意思 是一种怎样的朋友关系 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 我归纳出有几点 是耶稣说到 他和门徒的朋友 那个的关系 第一 我们看到 他所看的朋友 朋友的等次是相同的 刚才我提过 门徒是跟从耶稣基督的 我们应当尊耶稣基督为主 我们看自己是仆人 主与仆 我们听起来就是这样 一个跟从的仆人 不是在当时 我们称之为主的时候 我们这个仆 其实是Doulos 如果直接回来 就是等于奴仆的意思 是完全遵照他的意思 地位是低于主人 但是耶稣 他看这些门徒 他不看他们是仆人 他说我看你们是朋友 意思就是他们的地位 是与他相等 是等次上一样 凭丑彼此是平起平坐的 耶稣将我们看成这样的地位 第二点 朋友是贵于能够交心 朋友是贵于彼此信任 朋友是贵于彼此不相隐瞒 真是可以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在十五节 刚才我们所读的 就讲得很清楚 我再读一次 他说以后 我即是耶稣 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为仆人 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 已经告诉你们了 耶稣将他们一切 其实那是一个极心的奥秘 都和他的门徒 和他的朋友 他现在称他们的朋友 和他分享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第三 这个朋友是主耶稣 主动去选选的 主动去选选的 做朋友 不会有后辈 可以选选前辈 你的身份低的 你不会去选选身份高的人 身份高的人 可以选选身份低的人 我们有所谓亡年之交 就是说 长辈很看得起这个年轻 和他结成朋友 我们称为亡年之交 那不会的 年轻人自己去选择 我和你做朋友 通常 照上你是不会这样做 所以耶稣 简选门徒 这是必然的事 不是门徒 简选耶稣 当然这个简选 除了朋友 关系的简选 还说到 他们要跟从耶稣 做耶稣的门徒 以至进入神的国度 这是一个简选的里面 虽然是一个简选 毕竟耶稣的身份 是高过他们的 是高过门徒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他是一个极高 高过一切的身份 地位 所以耶稣主动 去简选这些门徒 简选这些门徒 成为他的朋友 刚才说到 朋友是能够 互相去托付的 耶稣就托付这些朋友 去结果子 这是第四点 耶稣简选这些朋友 他将他的需要 告诉他们 耶稣的需要 就是要去结果子 他就交托付给这些朋友 去结果子 这个果子就是 将一个需要 成为他们 他的朋友的任务 使命 当我们做好朋友的时候 我们最好的朋友 他是一个领导 就好像我刚才说的 商鞅和秦孝公 秦孝公是君王 商鞅就为他的命令 为他的命令 一定要遵守他的命令 所说的 我们被耶稣 简选为耶稣的朋友 既然是朋友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以耶稣的命令 耶稣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为我们终生去完成的目标 但是耶稣就这样叫他出去 耶稣很特别 耶稣托付给他的命令 是一个大有应许的命令 和猜派 在第十六节的书 怎么说呢 第十六节的书 他说 不是你们简选了我是 我简选了你们 耶稣在这里说清楚这件事 并且派你们去结果子 这个派其实是一种委任 委托他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常存 使你们奉我的命 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就赐给你 耶稣将使命托付给他的朋友 托付给他的朋友去做的时候 这是很艰难的事来的 耶稣不是说我给你就给你 耶稣还将一个很重要的应许给他们 说你奉我的名乡父 无论求什么 父都会答应你 就是在执行耶稣的委托使命的时候 那一切的需要都可以向父上帝祈求 第五点 朋友是肝胆相照的 耶稣既然主动选择朋友 他怎么说呢 他说他向朋友做出最大的爱 就是为朋友舍命 为朋友舍命 这是一个很大的爱 并且这个人间之爱就是为朋友舍命 人间的爱没有一个比这个更大的爱 没有人做朋友 做得成朋友是一厢情愿的 我很想和某人做朋友 但是他从来不骚我 做不做得成朋友呢 做不成的 我敬重他他不敬重我 做不成的 一厢情愿不是朋友之道 那个叫自作多情 说一句话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当我们成为耶稣的朋友的时候 我们也是接受他 他接受我们 我们接受耶稣 如何是肝胆相照 是互相的 互相 互相推心自伏 耶稣将他一切告诉我们 我们也将我们一切向他赤路闯开 朋友之道 是双方面 双辅相成 因此耶稣 被耶稣称为朋友 其实是一个特权 英文叫做privilege 是一个极大的尊荣 一个极大的特权 这个不是我们的权利 权利就是right 我解释 我在美国 我是美国公民 我满65岁之后 我现在66岁 我就可以去申请medicare 我可以申请这些福利的了 我不需要有人特别再批准的 我就这样申请 因为这是我的权利 因为这是我的right 但是做耶稣的门徒 被耶稣选为素朋友 不是我们的right 不是我们的权利 是耶稣特别的简训 有一种比较错误的观念 是的 是人都可以的 你可以尝试 不过简不简训 真的是耶稣那里 所以 这个被简训是一个极大的尊荣 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因为 其实呢 交我们这些这样的人做朋友 交门徒做朋友 其实可以说是一个不公平的关系 为什么呢 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找耶稣 是不是 不是说不对 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找耶稣 我便宜我找耶稣 我这样搞不定找耶稣 我欠人钱 我又找耶稣 什么我都要找耶稣 耶稣就来帮助我了 心情很低落 耶稣安慰我 知如此类 我们各样都去找耶稣 耶稣就满足我们 那时候呢 我们当然开心了 是不是 我们的需求 得着满足 得着满足之后 我们开心 有良心那些呢 有良心那些呢 就会 哎呀 献上感恩啊 我有感恩会 又赞你耶稣 这些有良心的 没有良心的 根本过了也不觉得是耶稣帮了他 假如耶稣有时 没有按着我们心想的那种方式 来帮助我们 感到我们的需求 没有达到 没有得到的时候 那怎么办 我们又不开心了 我们又埋怨了 甚至呢 他好好的求问耶稣 为什么会这样都不去 于是我们自暴自弃 我们觉得耶稣来帮助我 好像耶稣欠了我们这样 这个是我们一般的心态 那耶稣的需要又如何 耶稣的需要又如何 耶稣有需要 耶稣是神 耶稣是神 耶稣怎会有需要 我告诉你 如果我们做耶稣的门徒 既成为耶稣的朋友 如果我们不知道耶稣的需要 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地了解耶稣 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地关心耶稣 没有好好地认识耶稣 不是耶稣没有需要 耶稣有没有需要 耶稣有没有需要 耶稣或者没有一些物质上面那类的需要 但其实耶稣有需要 耶稣的需要就是我们对祂爱的回应 这是耶稣的需要 是我们需要去回应祂的 我们要再说 我再说到这里 我们其实呢 我们对耶稣真的没有什么可以 无以为报 耶稣为我们摆上的 我们其实给耶稣的 没有得比 真的没有得比 我们极其量 我们只能用我们的忠心 用我们的真诚 来献回耶稣 耶稣说 人为朋友捨命 人的爱没有比自己更大的 耶稣为我们捨命 极大的爱 其实这句话 是意味着我们 都会为耶稣的缘故捨弃的 这一点呢 下一次再说 这一点在第十八节后 下回分解的一点 朋友嘛 肝胆相照 不是肝胆 单照嘛 但只是耶稣照我们 我们没有回应 不是的 那才叫朋友嘛 下次我们会说的 今天我们会说 我们如何爱耶稣 耶稣有需要的 耶稣的需要就是 我们对祂的爱的回应 这是最简单的 耶稣的需要 耶稣需要我们对祂 爱祂 因为祂首先 已经才爱我们 有人说耶稣 无形无体 看不见 又看不见 又看不见 那怎样爱耶稣呢 耶稣今天又不在 其实 耶稣都很清楚 向祂的门徒 告诉他们 怎样去爱耶稣 很简单的说 我们要爱耶稣 我们对祂表达的爱 是要用 所谓 爱之言语 我一天做 结婚前辅导的 经常跟年轻人 就来结婚一些 你彼此相爱 很重要的一件事 你要懂得 对方的 爱的言语 什么意思呢 很多时候 我们说 我们很爱他 不过他未必 感受到我的爱 举个例子 你会明白 做父母的很爱子女 对吗 于是爱子女 就爱到 什么都为他做 什么都为了他 他要什么就给什么 爱他 其实就害了他 到子女大了 他不是需要你这样的 你每样的事 都爱到 抱住他 他觉得你被他束缚 他需要 起来自立 他需要 独立 他需要 向自己证明 他是可以站住的 但是我们做父母的爱他 我们就不懂 不断 不断 用你那种意外 来包围着他 这个虽然是 做了这个爱 他不是他所要的 爱的语言 说到 好像男女夫妇的关系 很多时候 我们都不懂 因为我去到一些 婚姻的关系 就是这样 有一位很出名的 叫做 王维仁教授 他说 我们中国人 爱在心里 口难开 我们中国人 很难说出 爱 不懂得说 我们中国人 表达爱 就是 为他做一些东西 很常见的 老公 其实也爱 老婆 经过那些东西 哎呀 有些东西 他喜欢吃的 我特意去那里 买些东西 或者他喜欢的花 我怎么买给他 回到太太 哎呀 多谢你 他说 没什么 刚刚那里买便宜 是不是这样 他不承认自己是为他想的 他就是 没什么 没有 刚刚算的 那里便宜 我们不懂得他表达 很多时候 我们用的 爱的方式 不是对方 能够 需要 或者去明白 那个方式 这个就是我们 对爱的言语 不明白 其实耶稣 都一样有爱的言语 就是在我们 刚才读的圣经里面 耶稣告诉我们 如何爱他 在之前 比如第十四章 有了我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 爱我的 是吧 爱我的人 必无我父爱他 我也爱他 并且你要向他显然 耶稣说得很清楚 你爱我 你就遵守我的命令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尝在他的爱 另外 约翰 约翰 第十三章 耶稣 叫你们要彼此相爱 正我爱你们 一样 耶稣有命令 我们彼此相爱 当我们彼此相爱 也都是爱耶稣 因为耶稣说过 在马太福喊 他说 将来他回来的时候 有些人说 你们 我饿的时候 你被我吃 喝了 你被我喝 我做黑女的时候 你收留我 我赤身路 看你们被我穿 我病了 你门来看顾我 我在监女 你门来看我 那些人说 我们何时为你做什么 耶稣说 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弟兄中最小的身上 就是做在我们身上 其实耶稣说了很清楚 教导说 我们可以如何去爱祂 但是我们今天的信徒 连全道人都是这样 我们都不明白耶稣如何去爱我 我们经常以为 我们爱耶稣 那种我们如何表达爱耶稣 我们就为耶稣 见过很宏伟的玻璃礼拜堂 我不是要拍摄别人 是这样说的 做一个很宏伟的玻璃礼拜堂 其实那个差不多等于一个 玻璃纪念堂 未必是耶稣所要 上帝不住人 手所住的殿 我们为耶稣 做一个很盛大的生日派对 职丹节 庆祝 等于和祂做个派对 那些好不好 是好的 但是那些是否耶稣真正很想要的东西 我们真的要想 我们就 就好像刚才我举过例 做父母的不懂得去爱子女 就是拼命做那些子女 不是想要的东西 我们拼命做了很多 不是耶稣真正想要的东西 虽然不是错 但是那些不是耶稣要的 弟兄姐妹 所以 耶稣 他看我们是朋友 看我们是朋友 朋友就有朋友之意 肝胆相照 我们要好好去认识 体贴耶稣的心肠 体贴耶稣所要的 来到去做那些 我们是这样来爱耶稣的 谁说 没有办法去爱一个看不见的上帝 或者看不见的耶稣 耶稣就告诉我们 如何去做 所以 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分享 让大家重新好好地去想想我们 如何去面对耶稣 在结束的时候 我也用两个题目 习惯给大家思想 今天的基督徒 每个人都知道要爱耶稣 每个人都知道 而且 但是有多少人 是会知道 如何可以具体的爱耶稣 是基督徒知道我们要爱耶稣的 如何可以具体的爱耶稣呢 今天 你知道吗 今天我告诉你很多 虽然不是全部 希望今天 你知道之后 你会如何去调整 你今后的人生 如果我们是爱耶稣的话 我们如何去调整 这些问题 在你的程序单上 的讲道大纲也有 第二个问题 人如果说自己信耶稣 却从来没有认真地去爱耶稣 这种是什么信 你去想 你去解释 我相信耶稣 我相信耶稣 但我从来都不去想 如何认真去爱耶稣 那这种信 是一种什么信 我不给答案 让你自己去想想 自己去推考一下 好 我今天的信息 分享就到这里 愿意耶稣所说的 话语传来我们的心中 不断的激励 帮助我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